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介绍我们的嘉宾 他是范语集团的大家长 创办人Philip Hu 嘿Philip你好 Lily你好 湾区的朋友大家好 记得在1月份讲到传承 讲到人寿保险的各种规避税的方法 怎么样还可以把自己给出去的钱呢 继续保有控制权 直到这个孩子成行成人等等等等 到现在我头脑还在一直想这个事情 是等了我不在的时候 对 等了自己在的时候 但是自己在的时候还是控制权嘛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固定的收入 年金就是最好的一种 年金其实要讲起来 要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让人家懂还真不容易呢 这点只能靠Philip 谢谢 其实我们当然想 我们以前说人为 在以前观念人为什么买保险 是怕活得不够长 那为什么要买年金呢 就怕活得太长了 没钱 花钱花完了 当然就是说 尤其现在 我去年听说一个消息说 今年可能要宣布 有个新的科技在马的身上 已经试验好了 大概在未来5年到10年 每一个人平均寿命要多30岁 真的啊 对 因为以后很多器官也都可以换了 但现在还没有科技的一些科技是什么 是说你可以器官的话 人的寿命可以延长 但是脑的细胞太细了 所以之潜在水不过去 所以有可能说 你可能到了90几岁 100岁还可以跑马拉松 但是你嘴巴还在流口水 哎呀呀呀呀呀 因为你脑筋是100岁 脑筋了可是身体还是30岁的 这个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人肥活跃长是否 考虑的将来一千万一用完了 当然要 当然 那我们今天来讲 那基本上来讲了 那年金上来是为什么只有保险公司呢 因为保险公司来发 甚至银行他们只是代理 因为保险有牵涉到 你能领多久 活多久领多久 所以有牵涉到 所以年金的合约是我跟保险公司 你去保险公司存钱 然后将来到 你可以选择你将来提领的方式 那当初是怎么来呢 举个例子来讲 像一般人就怕你的钱呢 我们都应该有部分的钱是比较安全的 这样子的话比较安心 那在美国呢 什么样钱是你可以领一辈子的 比如说在美国有所谓叫pension 在台湾有所谓的终身奉 终身奉 对在国内有所谓的退休金 那这些的钱呢 是不是它的好处是什么 比如说你在替很大的公司 或政府机关做了25年30年 一辈子以后 当你退休以后 它是不是一辈子给你钱 直到我们走为止 对 那可是呢 在美国只有少于10%的人 在这种机关做事 有pension 那年金呢 其实就是来给你自己 这90%的人 自己存一个个人的pension 那这里面的变化是什么 我们以前是说 我们钱交给报应公司 我可以选择领的方式 但是我也可以决定说 哎 我万一我活得太久 钱领完怎么办 如果报应公司还可以保证 你继续领一辈子 活多久领多久 这个的时候就是年金的由来 那刚开始呢 就像pension一样 pension的好处 你可以领一辈子 但pension的缺点是什么 如果走得着呢 就没了啊 或者将来你拿了几年想 改变新一项 一直拿走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呢 这是年 那年金呢 现在最大好处呢 它可以有pension的好处 可是它没有它的缺点 对 这叫进步型的 pension pension 它是说 你钱放进去的时候呢 现在比较流行的 一个叫做guarantee withdrawal 就是保证提领 保证提领是什么呢 我钱放进去以后 我可以第二年第三年 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决定 决定什么呢 我可以到 我决定那一年开始 我可以从那一年开始 我来决定我每年 可以拿多少钱 我会告诉你 告诉你拿多少钱以后 不管你活多久 你都可以继续拿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万一走得早 你的户头里还有多少钱 你的家人可以继续拿 beneficiary可以 所有人可以把其他钱拿走 那好 那公平 然后呢 你如果拿了五年十年 你说我不想拿了 剩下看还有多少钱 我可以一次拿走 这样好啊 是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年纪 已经进不到 进可攻 退可守 它有年纪的好处 这个就在签约的时候 就要决定 不需要 你可以到时候 你要哪些时候再决定 都来得及 所以现在已经变得 是不是很人性化了 对 我喜欢这种 对 那以前已经买了的年金 可不可以改变 可以啊 如果你 它唯一的话就是 可能头五年十年 它改的话 会有点 penalty 如果过了时间 时间长有 你应该换到这边来 那现在在市面上 最popular 最比较大家喜欢的 有两类 告诉我们 好 第一类的是 比较保守一点的人 就说或者我最保守的钱 我的钱进去 你钱放进去了以后 我每一年 大家常常看 我可以每年百分之多少成长 那个是你拿 像年纪 退休金拿钱的方式 这一类的 它可以提供你 最好的保证收入 它的 potential成长 不一定很高 但是呢 它最大的好处说 你今天放进去以后 你随时 我可以任何一年 都告诉你说 每到哪一年 开始拿钱 你guarantee 可以拿一辈子 可以拿多少钱 那我们当然是 里面可以挑一个最好 可以保证最高的 那这个钱 你就不要说 我不一定要额外的成长 但是你只要 至少给我保证的 就好了 那这笔钱算不算 一个很很安全的钱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部分人出问题 不是他没有资产 是没有cash flow 对 对不对 如果08年有很多 很多cash flow的人 还怕不怕 不怕 大部分出问题 都是因为 他没有cash flow 那这个是可以 给你cash flow 打底的很好 而且所有的number 都是guarantee的 保证都是guarantee的 这是一类 但是这一类适合呢 比较年纪大一点 比如说五十几岁以上的人 那五十几岁以上的人的话 因为他的保证增长的时间 可能是十年或十几年 对太年轻就不太合适了 那另外一类呢 是喜欢什么 我给你很高的bonus 然后我有很好的potential 但我guarantee 不一定要那么高 所以就是为什么去年 还有22% 30%的bonus 对 因为本来是22% 但后来有个bonus 变成30%了 对 现在呢 22%还有啊 另外一家出来说跟他对打 所以我来个25% 然后每年有好的potential 增长 那这一类的呢 适合就是说 我希望有好的bonus 但是 我又有希望有potential成长 我不一定要guarantee太高 但是我可以希望 有好bonus 跟好的potential成长 所以这两类呢 是market里面 最现在最popular的 那什么样的钱 来买年纪是比较好呢 因为你aftertech前 你又可以等得久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人寿保险 它的potential growth 还有它的 tax benefit更好 可是年金呢 但是呢 什么钱不能买 你的pre-tax的钱 比如说Aira的钱 41k Rover的钱 Sapp的这些钱 你不能买人寿保险 所以由这些pre-tax钱 来买年金 after-tax钱 来买保险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要不然就说 你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保险已经不好买了 这时候年金 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年金 从Philip的嘴巴讲出来 是不是大家 就比较简单了 并且更了解得清楚 很多人不敢行动 就是因为自己还不太懂 非常感谢Philip 谢谢你 谢谢 时间又到了 我们还有一段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同时呢 我们在3月 还要来跟Philip 谈一谈的是 为什么越来越多外国人 要到美国来买人寿保险 美国的人寿保险 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 好的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娱乐漫谈 是由Trans-Pacific 泛亚彩